本视频将讲透未来投资的三大机会 对于所有普通人都有非常大的参考价值 不论你是做投资还是选择创业赛道 请务必收藏好 未来15年哪一位中国人最有可能成为世界首富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 谁是首富怪我鸟是反正不是我 但对于不想躺平的小伙伴 这个问题却关乎你的未来 如果你知道世界首富将出现在哪个赛道 对我们今天的选择有着非常强的指导意义 而今天给大家聊的这三个赛道 必定会诞生未来的世界首富 再会看来 最大的机会一定来自于 那些推动了整个文明进程的领域 目前对文明接动衡量的最好方法 普遍认为是信息和能量之两个维度 一个文明能够利用的总能量 决定了文明的高度 而信息可以改变能量使用的效率 取个简单的例子 现在有人告诉我们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发财机会在上海 你和我都想去上海把握这个机会 我步行过去要一个月 你坐飞机才两个小时 就是你用的是原料动力 而我用的是我的体力 等我到了 这个机会可能已经没有了 信息在这个过程中也很重要 比方说 给我传递上海有机会的这个消息 是通过书信的方式 而你是通过手机短信传递的 甚至是用小视频传递的 那么效率就高 一旦发生变故你纠正起来只需要几个小时 而我需要几个月 我这几个月的能量其实完全就是浪费的 这说明信息对能量的使用影响巨大 如果我们认识到信息和能量的变革 是推动了现代文明进程最重要的两个力量 那我们要说的两大机会就呼之欲出了 我们来回忆一下过去30年 长期霸占世界首富地位的人是谁 当之无愧是比尔盖茨 如果他没有卖掉自己公司的股份去做基金会 现在的财富是高达8000亿美金 会遥遥领先于贝佐斯 比尔盖茨最大的贡献 就是让信息传递的效率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 这也是为什么我断定张一鸣一定会成为未来的世界首富 原因就是在信息传播和分发领域 他做了开创性贡献 这个贡献本质是信息效率的提升 过去的百度 腾讯 阿里 基本都是模仿国外的思路 即使模仿也做成了今天的巨无霸 主要原因还是我们国家的市场足够大 可惜的是 他们一旦去海外那一套都网不撞了 只有张一鸣在全球化方面 让国外巨头风声鹤唳草木皆宾 所到之国吹孤拉朽如入无人之境 很多人在痛制直播网红 但最后都会被直播所改变 董明珠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 之前是痛斥网红 最后自己却变成了网红 为什么 还是信息传播的效率 文字 图片 声音 视频 直播 在信息传播效率上 视频或直播最强 这背后代表了效率将重构整个商业文明 传播的过程化和金种化 会让定制化生产提前到来 因为信息传播效率的提高 也会打破传统的渠道 营销品牌建立的效率 而这一切终究会改变资产的优化配置 从而提高生产力 提高能量的使用效率 可以说未来围绕视频和直播的机会 才刚刚开始 你现在已经可以边看直播边点外卖了 你想定制一个东西 在下订单的时候 还没有开始生产 而一周后就可以到你家里 通过大数据 可以高效匹配需求端和供给端 关于信息革命 另外一个极为牛逼的存在 是5G 它也将改变整个信息传播的效率 5G的投入将打数万亿 而这也是中国在信息技术领域 领先世界的另外一个存在 这里的代表企业 当然是华为 因为华为的股权非常分散 所以世界首富不会在华为诞生 但不妨碍它拥有世界级的影响力 那么在这场信息革命中 普通人的机会在哪里 第一 在信息领域 我极度看好华为和肢解调动 这两家企业做的都是开天辟地的事情 代表当前信息革命领域的前进方向 密切关注他们的动向 关注这两个火车头相关的产业链集会 就像过去关注苹果产业链 就能够把握10年来一系列的机会 第二 视频和直播是不可能逆的 任何一个旁观者 失去的是一个时代 大部分人都应该将你的视野和视频 直播链接起来 如果第一个趋势对您来说 没有兴趣 或是您没有能力把握 那么接下来的第二个趋势 却事关人类的生死宠王 为什么这个机会事关人类的生死宠王 它到底是什么 上期我们说信息革命领域将诞生新的世界首富 而这期我们说能源革命领域将诞生数位超级富豪 这个领域的机会之前我聊过 就是探中火之条线 到2060年总投资将达到140万亿 这是非常恐怖的数字 成绩的洛克菲洛和财富 超过现代的比较开次的10倍 洛克菲洛就是上一阵能源革命的引导者 它建立了石油供应体系 打破了过去依靠煤炭获取能量的传统方式 但是石油煤炭排放的二氧化碳造成的气温升高 已经成为人类的功底 再这样下去 很多城市在未来100年都会消失 地球的环境已经无法承受炭排放带来的温度提升 所以炭打风炭中火 就是人类联合起来避免这场悲剧的发生 而这将催生一个140万亿的产业 这个产业就是新能源产业 光伏 风电等这些替代能源 将会使人类文明向前卖半步 为什么说卖半步 因为在能量的获取方面并没有自得提升 只有向通过核聚变获取能量 才能将人类文明推向下一个阶段 但这半步足以让整个地球改天换入 面目为之一新 在未来新能源汽车会诞生一批超级富豪 电磁环节会诞生一批超级富豪 光伏领域会诞生一批超级富豪 储能和轻能源领域也会诞生一批超级富豪 围绕这些产业生根的普通人 也会有很多改变命运的机会 目前来说 这一块是中国意愿是领先的 未来40年 中国在信息革命和能源革命都是领先世界的 这将给文明的进程做出巨大的贡献 我们的民主复兴 会推动世界文明进程天衣无缝的结合起来了 而普通人最重要的就是主动及时拥抱这个领域 要知道一个新事物出现的时候 大部分人都是观望态度 这个时候只要你比别人不那么排斥 多了解一点 主动点就能获取一个月深的机会 新能源汽车 新能源光伏 储能围绕这些产业去找工作 创业投资 最好的投资是什么 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千月 最爽的人生是什么 是躺云 只有趋势上的努力 才有可能不占而屈人之兵 如果你现在选择煤炭石油 传统汽车等行业 享有大的发展是不可能了 选择大于努力 这是趋势决定的 但普通人可能会说 这些机会好像离我们太远 我既不懂信息 也不懂新能源 怎么办 那接下来的第三个机会 是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触摸到的 无论如何 你都要看到这个机会 美国人均用点量是我们的六倍 一个美国人的消费水平 是中国人的四倍 未来十年普通人都能把握的大机会 到底是什么 首先我们给大家看两组数据 美国在1957年以来的 最赚钱的20家公司 有11加10消费 这就是说过去60年 最好的回报都是来自于消费领域 在视频的末尾 我将把这20家公司放出来 供大家研究 如果你觉得漂亮国不具有代表性 人家的国运过去那是整体向上的 那我给大家说说我们旁边的那位 日本在经济上面临着30年的萧条 股市的回报为负的情况下 但是消费板块一元取得了非常优异的回报 位列第一 超过日本的高端制造 为什么是消费 无论能源或信息革命 把人类推向活准高路 最后有一个结果是肯定的 就是全人类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大家的美好事物的消费能力都远高于之前 这将给消费带来极大的增量 三部手机多的是 很多过去的奢侈品 因为科技的发展也飞入寻常百姓家 文明发展的成果 一定是普通人的消费能力的不断提高 最后都会用消费赛道充分受益 我相信信息革命和能源革命 将大大改变我们中国人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 中国刚刚跨入人均GDP一万美元的大关 到2035年 人均GDP将会达到2.5万美元 未来消费能力将会大幅提升 和老美的差距也会大大缩小 国家在这个过程中 也会不遗余力的促进消费升级 因为在今天 消费对GDP的增长太重要了 过去大规模出口成为 五国经济高速成长的重要推动力 但是根据德国日本的经验 一旦货物出口总额的比重 达到10%左右 就会出现拐点 增速就会下降 早在2014年 我们就达到12.3% 今天出口对GDP增速的贡献 已经接近于0 而拉动经济增长的 三架码组之一的投资 对GDP的增长的贡献 也大幅减小 现在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 已经达到了80% 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 如果消费不行 经济就一定不行 所以消费这块非常重要 我们最近对医疗高房价 教育三座大三的举措 包括共同富裕 都是基于提振消费 让所有人变得有钱起来 去参与消费强谷的大循环 但有钱了 我们也不能去国外消费吧 你想如果国家 让普通人都有钱了 但是我们却把大瓦大瓦的超费 花费在出境购物 海淘上也不行了 可能有一部分人说 我们产品不行 或者鸟蛋还担心质量 连一个好的马桶盖都造不出来 我有钱了 就是想用好的 吃好的 这没错吧 这个要求确实不过分 甚至很合理 但是大家都这样 消费力就跑到国外去了 这对国家经济发展非常不利 内循环就跑不通了 所以一方面要制造业升级 要国产替代 国货崛起 另一方面让大家清醒的认识到 买国货就是爱国 就是参与了伟大的民主复兴 如果你理解了上面的逻辑 就能理解消费是未来非常好的 投资和创业赛道 虽有智慧不如城市 虽有知机不如代识 再聪明的人 如果选错跑道 你也永远无法达到你想去的地方 如果今天的视频对你有启发 请把这个视频作为礼物 送给你身边的好朋友 关注幸福 带你一起探寻资本 和人性背后的秘密 请不吝点赞本